武漢疫情的迅速惡化 这也许是中南海早就考虑过的 1月25日大年初一 中共成立中央疫情领导小组 组长却不是习近平 其统治权威首度受到质疑 肺炎成中共最大危机 中国武汉肺炎病毒肆虐 柏林智库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1月28日举行座谈会 展望中国局势 曾任德国驻中国大使的史丹泽表示 武汉肺炎对中国领导人是一大威胁 这是习近平统治权威首度受到质疑 武汉肺炎病毒出现在中国境内 威胁因此也更大 据中央社报道 史丹泽表示 习近平站在权力的巅峰 对香港和台湾问题丝毫没有让步 不过自从武汉肺炎传出 网络上开始出现质疑政府危机处理能力的声音 连网管部门也控制不了 这是习近平的统治权威第一次受到质疑 只要疫情持续蔓延 国内质疑领导人的声音就不会消失 习近平驳斥退居二线质疑 新华社诡异山西讲话 随着武汉肺炎疫情日益严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极其罕见的在大年初一召开会议 决定设立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该小组1月26日首度召开会议 小组长竟是李克强 而非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引发外界诸端揣测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表示 习近平掌权后几乎兼任了中共所有重要小组的组长 但这个有关抗击武汉肺炎的小组长 却落在李克强肩上 李克强1月27日到达疫区武汉考察 引发外界关注 似乎是为驳斥外界谣言 习近平1月28日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干事 谭德塞时强调 对于这一次的疫情防控工作 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诡异的是 新华社随后的报道中 未出现央视现场画面中 习近平所说的 对于这一次的疫情防控工作 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等字眼 习近平怕民众谩骂 李克强或成英雄和替罪羊 据华尔街日报1月28日报道说 习近平花了7年时间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 他集权的程度在中国几十年来前所未见 然而 在致命新型冠状病毒肆虐之际 习近平将抗击疫情的领导职责 交给中共二号人物李克强 这一决定颠倒了他们的角色 对两人来说都是机会与风险并存 李克强被推到了罕有的高光之下 在为习近平边缘化之前 他曾被视作推动中国自由化的潜在力量 现在人们可能会把这位总理当作危机中的英雄铭记 他1月27日到访武汉的照片定义了其新功绩 但政治观察人士说 如果政府遏制疫情的努力失败 习近平可能会让李克强担责 而让自己免于承受公众的愤怒 即便李克强不太可能受到任何正式的处罚 这损害的也是总理的声誉 史丹泽也指出 李克强亲自领导工作小组应对疫情 可见习近平对政府处理疫情的能力有多不安 如果成功就是中央的成就 如果失败的话 中国政治的第二号人物可能就是戴罪羔羊 从习近平不当组长这事来看 中南海早已知道武汉疫情的严重性 怕萤火上身 才把火中取利的活交给李克强 27日 在武汉物质严重短缺的情况下 李克强问武汉有没有困难 一帮官员提声大喊没有 变形地睁眼说瞎话 有没有什么困难?没有! 没有! 由此可见 在中共体制下 无论习近平来管还是李克强在管 都只是为了保中共体制 而对百姓的死活并不太关心